吻藥工的標準配備 因為要噴藥的時候會接觸到一些藥劑 所以我們希望噴藥工會有一些完整的防護裝備 噴藥工的標準裝備一般是他的連身的工作服 這個是他一般的長袖的工作服 一定要穿著長袖的 另外就是比較重要的就是他的一個濾濾罐這個部分 因為他這個藥劑常常有時候會從旁邊 要是沒有用緊的時候 他會旁邊會進去到呼吸道裡面 所以我們一般這個戴上去以後 會請噴藥工這邊再做一個氣密測試 氣密測試他如果有問題的話做一個調整 那另外有一個比較另外一個就是護目鏡的部分 護目鏡因為眼睛常常有時候是一個藥劑進入的一個途徑 所以我們一般會請朋友給我們把那個護目鏡戴上 那另外一個就是帽子也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一個如果說在我們是一般操作熱物機的話 會再加一個就是耳塞的部分 因為熱物機他在操作的時候有時候溫度是大概超過100分倍 所以音量有可能對他的一些耳朵會造成一個影響 所以我們一般希望他把那個耳塞的部分也做好 那最後一個是一個是他的手套的部分 那手套的部分我們一般會用麻布手套 不過麻布手套裡面會加一個胡椒手套 那這樣的話可以防止藥劑他的手直接接觸掉藥劑 首先我們先加那個汽油的部分 那一般汽油我們是用925000汽油或95000汽油 這個是熱物機常用的一個燃料 那不需要再加機油或其他的東西 那接下來我們是要加那個藥劑的部分 那在加油的過程部分 就是我們要注意不要讓這個濾水這個部分接觸到地面 那避免它造成汙染波級塞 那避免它造成汙染波級塞 一開始 擦動之前還是先檢查一下閥門是不是在關閉的狀態下面 然後再接下來讓藥箱的部分做一個洩壓 然後再把它關緊 好那接下來就是這個轉軸的部分 再做一個大概1 2 圈到1 3 圈的位置 那我們把螺酸大概調整以後 我們按壓一下橘色的橡皮球 那正常大概按壓個3 4 次以後它就會開始啟動 那因為可是有時候你要是 還是沒辦法啟動的時候可能就要檢查一下 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是不是有一些問題 那這個類似的部分像它這個部分有一個電池 那電池有時候它重命有時候常用 可能沒有那麼久 所以可能要檢查一下它電池是不是有裝好 或是沒有電 這個部分可能要檢查一下 VIP 熱物機啟動以後 它的聲音是比較尖銳一點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調那個螺酸 把它聲音調到聲音比較低沈的時候 這個是它機器運轉的燈時有最佳狀態 我们的喷嘴最好是 大概水平朝上 大概15度到30度左右 然后在喷的时候 基本上是左右晃动 所谓做一个小幅度的晃动 晃动完以后 我们再往后退 整个喷样的动作是往后退 然后还是在 角度还是保持 往上大概15到30度 因为我们一般有时候 每一户在每一户中间 大概会隔个几分钟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需要再把机器关起来 我们就直接把拔门关起来 然后再走到另外一边 去喷下一户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来讲解机器要 停止喷药的一个动作 首先我们先把机器卸下来 那这时候引擎还在 运转的状况下面 那因为现在运转过一阵子以后 它的烟雾管的那个温度非常的高 所以最好不要碰到前面的这些烟管的部分 那我们机器在要关闭之前 一定要先卸压 先把那个药箱打开一下卸压 先完成以后 我们再关闭螺栓的部分 把它关起来 关闭引擎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整个工作完成以后 我们要把那个药箱拿起来 把药倒回来 我们的药桶 这个步骤完成以后 我们现在就是要来 把那个汽油的部分 把它卸 燃料的话把它卸下来 那如果说你是隔天还是要用 这次持续要用的话 汽油就可以不用用下来 但是你如果长时间不用的话 整个汽油一定要把它那个抽起来 如果你在喷药的时候 是有一段持续时间 每天还是要进行喷药的时候呢 还是电池的部分 可能就不要拔起来 但是你如果说 这个时候我们整个喷药的部分 已经结束 需要休息一段时间的话 这电池一定要拔起来 这是我们现在用的一种 那个URL-V的URL-V机器之一 那首先我们要先加汽油 那这个汽油的部分 它这种 属于二形成的机器 所以它这种需要再加那个 这个是汽油跟机油的那个混合 混合的那个燃料 所以它大概 汽油跟机油的加的比例 大概是25比例左右 25比例到50平 这个一定要加机油 关这机器就会出问题 汽油加我们再加药剂的部分 那机器叫我们来检查一下 它的流量法是不是在正常的状况下 因为它这种URL-V的机器 它的流量不能很高 所以我们一般的流量 大概在100毫升 每分钟100毫升以下 所以我们会检查一下 它的流量法是不是在正确的一个 一个编号 那它这边机器上面有一个 它机器的一个流量法 跟那个流量的对照 所以大概对照一下 那如果这个流量法有问题的话 它再做一个切换 那接下来我们再检查一下 它的那个它的开关 药剂开关看是不是在 关闭的状态下面 在发动之前一定要让它 那个流量法在关闭的状态之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那个整个操作的部分 那操作的部分 你先看这个开关这边 首先我们先把开关打开 开关打开以后 它这个爱气流一定要在那个低档 往下压到低档的部分 这一定在操作之前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 这个把那个封门的部分 要往那个 把它那个往上 把它用到上面去 然后接下来我们按压 它这个燃料的油球的部分 把那个汽油的部分压上来 那这个动作做完以后 我们要准备要发动机器 那发动机器之前一定先 脚的部分 一定要先把机器给那个压住 不然到时候 那个在拉的时候可能会 我们机器会稍微弹起来 所以好 我们现在大概可以拉一下 它那个开始发动机器 那拉的时候不能太用力 稍微拉一下 现在机器启动起来以后 我们就要那个把机器背起来 但是因为有时候在外面部分 有时候机器一个人这样背起来 很难背起来 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人来帮忙 那帮忙就是帮忙把他的机器 喷嚷机架在那个喷嚷工的后面 后面以后我们再做后续喷嚷的动作 先来讲解一下那个URLV机器的一个 那个操作的一个方式 好那我们首先在喷药的时候 要把那个开 那个 它的开关打开 打开以后 我们在喷的过程 我们它的角度 大概是 我们要离它的喷头 大概离目标物 大概一公尺以上 那我们的 它的角度大概是 往朝上大概15度到30度左右 然后在喷的时候呢 我们要大概 左右的晃动 慢慢的稍微晃动一下 然后慢慢的往后退 慢慢的往后退 做喷药的动作 那后退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 后面有没有其他一些东西 避免撞到其他后面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URLV机器每天喷药回来以后 一定要清洗管路 所以我们这时候要再加清水 到药箱里面去 那加完以后 我们这时候再开启 那个启动我们的喷雾机 那 那机器运作以后 我们开始把那个阀门打开 让药箱里面的水 大概让它整个跑完 或是大概跑完 这个三五分钟 那我们就完成 我们今天的一个 整个管路跟药箱的 一个清洗的一个工作 那现在看起来 我们下期的车子 成长工作的蒸鑽 大家先继续 一起用在那个带来